听说你最近很威风 他曾经是赌王何鸿燊的得力助手 帮助何鸿燊解决当地很多地下势力的矛盾 同时他也是西伊安龙头家族的贵人 当年向华强向华盛兄弟入境豪江 他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他持诚赌一半个世纪 年轻时被称为外围之王 后来转行又被称为赌船之父 他在黑道上游人有余 在波涛汹涌的商业风暴中屹立不倒 坊间又称之为江湖不倒翁 他就是赌船之父 夜兽 这里是黑白人物质 今天让我们来聊一聊夜兽背后的故事 1944年夜兽在香港出生 自幼父母就攻其上学 让他接受良好的教育 眼睛里满满的望子成龙 可夜兽对读书却不是很热衷 整个学业下来 他只记得老是在讲台上讲的那句 求名当求万古名 记立当记天下里 山川在我脚下 大得在我怀中 天下我有 唯我独尊 令夜兽感兴趣的是村口的排酒 翻滩董等 常年混迹于堵荡之间 以至于他早早地出来做起堵荡生意 夜兽在排酒和翻滩的群子里颇有声望 这一点深得刘龙居的欣赏 刘龙居可是个大人物 他叔叔是刘福 刘福是最早的一批滑碳长 在电影《一代萧雄三之旗》里正则是便将刘福演绎的活灵活现 无意探尝屡乐便是刘福的部下 早年屡乐能上位 刘福也是有出力的 而刘龙居本身是江湖中人 再加上叔叔刘福的助力 这就造就了刘龙居能一直在黑白两道之间横行无际的特质 夜兽虽然比刘龙居小14岁 但刘龙居交由广泛 并不会因为年龄而与夜兽产生年代距离 相反 刘龙居与夜兽性格十分契合 两人的感情那时相见恨满都不足以形容 夜兽在刘龙居的影响下 在人情事故方面十分圆滑 有刘龙居这个好友照着 使得夜兽在黑白两道之间也十分吃得开 刘龙居与夜兽合伙 组建了联工乐社团 联工乐的成员起初以码头工人为主 控制大部分香腔水路 极为强势 夜兽更是经营外围马腰缠万贯 因此被称为外围之王 七十年代中期 刘龙居的关系不顶用了 逃到了封业国 并在封业国拓展联工乐的规模 成为当时多伦多华部最大的社团 可见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 1961年 正值一年前老赌王傅老荣过时 何鸿燊趁虚而入 联合花花公子叶德利 或英东老爷子 赌盛叶汉 共同成立奥运公司 进军豪将赌业 并一举拿下赌牌 从此便有了赌王何鸿燊 澳门王和贤曾对何鸿燊说过 真正的商人靠脑子赚钱 江湖人则是拿命来赚钱 初为赌王 何鸿燊成熟了许多 对何鸿这句话有了完美的理解 金银赌听这等龙蛇混杂的地方 难免就要与江湖人打交道 江湖里有讲义气的人 却也有乱七八糟的人 何鸿燊的想法是扶持一伙江湖人 来制约其他的江湖人这个策略 扶持谁呢 在当时 这位大局哥刘龙居 以及他背后的联工乐社团那时首选 何鸿燊早年在澳门经营煤油厂 被大体二宵警召逼得走投无路 只能从澳门回到香港避难 也在这期间 何鸿燊与刘龙居打过交道 据说联工乐背后有何鸿燊的身影 他将刘龙居与叶兽 视为自己在江湖这方面的帮手 八十年代中后期 由刘龙居的一子邓光荣接管联工乐 刘龙居带着叶兽来到澳门发展 那时候的豪江 赌坛风起云涌 黑道航行 八十七年 何鸿燊的投马中华天遭行刺 八十八年 何鸿燊修改澳门赌坛规则 迭马制度与贵宾厅应运而生 邦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从那以后 香港的各个社团和内地的大圈邦 皆纷纷加入战局 相比于香港社团的世大 大圈邦的很辣 澳门社团这边稍有劣势 也因此何鸿燊对夜寿与刘龙居更加看重 也是在那个时期 东亚居横空出使 击退摩顶平 又与水防赖联手 驱逐了香港众社团 万换没了 内浪却开始了 皆是为引入湘江社团制衡 崩牙居部长 又使出离建计 离建水防赖与崩牙居 从此崩牙居与水防赖缠斗近十年 江湖上兴风血雨无数 最终在1998年的时候 崩牙居被捕判了13年 才算告一段落 而在这段神仙打架的时间里 夜寿并不与人冲突 而是凭借以何为贵的理念 与人打交道 坚持有钱大家一起赚的概念 也因此江湖人对他都十分服气 同时 夜寿靠着江湖关系 也为何鸿燊解决了很多麻烦 除了他 刘荣居也为赌王立下了汉马功劳 80年代末 赌圣夜汉开启了赌船时代 夜汉的赌机堪称当时之天花板 可在奥鱼公司里 却不敌不懂赌术的何鸿燊 被何鸿燊赶出奥鱼公司后 又折腾了赛车马会 也就是赛马会的前身 但在何鸿燊的干涉下 赛车马会从一开始的红火到后期的没落 最终赛车马会还落入何鸿燊之手 也就是说 赌胜与赌王此前的两度交锋 皆以赌王获胜告终 这使得赌胜意难平 痛定思痛后 夜汉甚至使自己失败的不是何鸿燊有多强大 而是何鸿燊的关系比自己厌 因此夜汉将赌厅从澳门转移到了公海之上 1989年 夜汉的赌船东方公主号下海的同时 也带走了何鸿燊赌厅里的不少客户 夜汉这一手打得何鸿燊毫无招架之力 逼去了大半辈子 终于在80来岁的时候出了一口恶气 出完了这口恶气 夜汉也不久留 卖掉东方公主号转身 到拉斯维加斯好赌32小时不休互命 夜汉虽然打一杆子就跑 但赌船成了江湖人士的相播榜 不少原本想到澳门赌厅谋生 却又被打退的社团纷纷下场 这令何鸿燊的赌厅客户大监 动画片《加飞猫》里曾有句有意思的话 既然打不过 那就加入吧 何鸿燊看完《加飞猫》也是这么想的 于是何鸿燊暗地里买下了天龙星邮轮 是当时最大最豪华的赌船 随后天龙星转到了夜汉的手上 在夜汉经营赌船的这段期间 他更是贯彻了当年老师课堂讲的那句 求名当求万古名 祭力当祭天下利 山川在我脚下 大的在我怀中 天下我有 唯我独尊 夜汉在公海之上扶持起不少江湖猛人 同时何鸿燊早已对澳门社团 垄断贵宾厅的迭马生意有所不满 夜汉更是为何鸿燊引入香港社团 来掣蟑奥澳门社团 90年代初 夜汉将天龙星邮轮更名为海王星 并将海王星租给了新一安的四虎之首 记保 1995年 在夜汉的千桥搭线下 新一安龙头家族入境豪江 向华强与何鸿燊合伙搞了金玉酒店 1996年 和何图的正报 力群的连钞登上海王星号 在夜汉的清囊相授下 两人很快就掌握了经营赌船的技巧 因此正报与连钞对夜汉十分敬重 是其为因时 90年代末 眼看着正报与连钞两个徒弟能力超权 夜汉十分欣慰 于是将海王星卖给他们 从此退出江湖 短短几年间 夜汉扶持出众多猛 不难看出他早已将以河为给这四个大字误透了 也凭着这一点 夜汉在江湖中地位超然 他为人又喜欢结交朋友 因此有不少人拜他为义父 2002年 何鸿燊手头那张独一份的赌牌被一分为六 海内外各路富豪纷纷入局 何鸿燊一家独大的局面一世一去不复返 而攻城身退的夜汉 生活十分悠闲 沃尔约上有人小啄几杯 沃尔带着安全帽到河边钓钓鱼 保持一贯的低调作风 很少出现在公共场合 2019年 夜汉的几个义字在红看一家酒楼里 何利为夜汉举办75岁的生日 夜汉虽是年迈 但目光依旧炯炯有神 精神十足 穿搭极为朴素 俨然就是街边的一位和蔼老人 酒店里宾客如云 心意暗得向华强 大总管林江 四虎之手祭宝 鬼天里玉天 十四K义字堆画石人胡须友 双花红棍陈惠敏 雌云山十三太宝之手陈慎之 十四K大宣画石人究地 和胜和前座管机小黑 水房车神盲亨等等 大老街道场贺手 就这些江湖猛人 在江湖上随便报上名号 都能震三下 抖三抖的大哥级别人物 对着夜汉却是恭恭敬敬的 也是夜汉过于低调 低调地向路人 如果不是在场 众位江湖大佬的衬托 谁都看不出夜汉 曾经在澳门赌盘 驰骋了大半个世纪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黑白人物质的视频 欢迎点赞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